这样的庇护所简直就是艺术品 因为它坐落在无人的森林中央 全无由竹子和黏土搭建而成 里面的空间不仅十分开阔 外部的造型也十分独特 这是上山采药的阿吉 这次出行他打算在山里收集草药 作为一个常年混迹深山老林的人 深知庇护所的重要性 只见他先准备好衬手的工具 然后找一块开阔的空地 用棍子规划好大概的区域 随即开始猛烈地跑地 由于小活有着良好的体力 很快就挖出个规整的台密 野外除了丰富的木材 就是这种取之不尽的竹棍 这让阿吉收集起来毫无尺度 很快就绑来成群结队的进行 然后将其一端进行削尖 就得到一堆富有攻击性的竹棍 然后他以一点为中心 画出一个圆形轮廓 接着把削尖的竹子给插进泥土里 按照标记好的轮廓围成一个整体 而且每一根间隔的距离要刚刚好 再用祖传的三十六十匹台法 将竹子加工成竹米 有了柔韧性好的材料 就可以用他精湛的手法进行编织 从底部向上采用穿插式的手法 把一条条竹米给安排上去 而且过程中还要预留出门窗 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加室内的采光性 而顶部阿吉选择横竖穿插式的手法 形成一个承重力强的网格状态 交界处在用竹米进行加固 虽然全程没有用一个钉子 但却比大多数房子更加牢固 随后用竹米粘着边沿围成一圈 形成一个圆形轮廓 就可以把抄出来的地方锯掉 考虑到爬上爬下不是很方便 他三两下又做个竹梯 主攻园林设计的阿吉 真是一双桥手拯救所有 他用刚刚加工好的竹米 继续在上方开辟屋顶 得益于其独特的柔韧性 这让他搭建起来也十分轻松 很快在阿吉有条不紊的安排下 从大圈到小圈 爱的魔力转圈圈 一个球形体积的屋顶成型 这将是传统手艺与现在技术的结合 简单好看又实用 兄弟们现在油车降价太厉害 晚卖一天亏一天 我前段时间想把我那车卖 但去4S电文报价都很低 套路都还很坑 还好朋友推荐我上人人车卖了的高价 他们是专业二手车平台 回收价格高还靠百万真实买家竞价 至少多卖一部苹果手机的钱 专业评估是免费验价帮你避坑 我朋友那辆开了五年的大众 还能卖五万多 最快当天成交当场打款 大家也赶紧去人人车看看 你家车还值多少钱 早卖还能多赚 随即他用剩余的竹米 继续编织成可以再物的俯朗 在这里除了一双桥手之外 就是就地取材物尽其用 能零元垢的东西不花一分钱 特别是这种细腻的黄土 号称也外乎您 只需要用水激发出潜力 再加上一些稻草进行填充 其粘性已经到了无法描述的程度 现在只需要用粘土浆顶部进行密封 严谨的它每个缝隙之间 都要反复涂抹好几遍 直到整体表面光滑 没有一丝一毫的缺陷 现在屋顶看起来像个大蘑菇头 这操作真是麻雀 啄了老母牛的屁股确实牛 但是防水性完全没得说 然后它将剩余的粘土 继续涂满整个墙壁 得益于搭建框架时非常严谨 这让搭建墙壁也是方便许多 每一层泥土都要严丝合缝 而且室内也要全部覆盖 这种双层防护更安全 就像有八块腹肌的我一样给你 现在从正面看已经有了家的样子 为了让自己睡得更加舒适 它又用竹子排列在一起 形成一张竹子床底 现在铺垫好备褥 这就是它在野外的单人床了 随着夜幕的降临 它点燃煤灯 顺手在一旁置半个篝火堆 然后将今天的食材放入其中 用炭火烧烤七七四十九分钟 就可以吃上香喷喷的美食 吃饱喝足以后 阿吉在自己搭建的土屋 安详地睡了过去 谁能想到一个普通的斜坡 在这个男人的改造下 竟然成了合适居住的家 全程搭建不用一颗钉子 却比大多数房子更加紧固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 老王却因为零花钱的问题离家出走 无家可归的他发现了一处斜坡 当即决定在这里搭建个小窝 只见他用铲子划分好大概的区域 然后开始用铲子挖掘土地 很快就挖出个不大不小的机坑 接着搬来几根加工好的原木 再挖出几个半米深的坑洞 将其稳稳地放进里面 底部再用黄土进行夯实 老王一连安了六根承重住 这样注定木屋的面积不小 然后用木棍搭建出个四方框架 交接处用工具钻出孔洞 此时只要削出几根木栓 就可以把它们牢牢固定在一起 而另一侧他继续将其摊平 延伸出一块露天阳台 用来平时吃饭休息的区域 完成好以后 他继续把剩余的木棍拼接起来 中间再用木栓将彼此连接 这就是用来搭建屋顶的人字型框架 老王一连安排了三个框架 顶部再用横梁将彼此连接 虽然没有用钉子 但线绳也是相当的牢靠 有了合适的框架基础 他继续在附近本来不成材的小树 一根根整齐滑翼的排列在框架上 过程中还得用绳子串联在一起 最后再施展个小魔法 一下子省了半天工 接着置半上黑色防水布 为了防止被秋风带走 他特意用锡木棍进行加固 完成好这些 他收集来枯萎的树皮替代瓦片 一片片叠加着铺垫上去 虽然看起来比较粗糙 但老王主打的就是真实 然后他把附近的石头搜刮一空 这些石头万万都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被威夷重任 随后他去河边打赖一桶山泉水 顺便请一旁的泥土喝上一口 这样就能释放出来最强的混凝土 就这样一层石头一层泥巴向上雷起 本以为老王木匠活干得不错 没想到瓦匠的活也很到位 每一块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毫无违和感 这妥妥的是木匠瓦匠双穴位 摇身一变成了农用土灶台 严谨的他继续垒出有一米高 这才不会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而后去收集一些木材 将其加工成一段段木桩 这是个强迫症看了会点赞 密集症看了会尖叫的庇护所 他由500根原木打造而成 光墙壁厚度就有30厘米 虽然每根木桩大小不一 但垒出来的感觉却是这么和谐 缝隙间直接用黏土进行加固 直到垒出一面高度 严谨的老王还不忘给壁炉做个精装修 以一点为中心搭建出个弧形轮廓 很快就给烟通披上一层外衣 而且顶部还要用上防水布 看着老王认真干活的样子 相信不久就会有个温暖的家 随后他用力柱划分出大门的位置 再用木桩继续垒出一面墙体 而且过程中还要预留出窗口 来给室内增加采光性 此时的木无论从正面看还是侧面看 颜值都已然达到了巅峰 爱干净的老王把屋里打扫干净以后 他继续绑来成群结队的木棍 将其包的一干二净以后 继续给拼接在一起 来组装成一张石木床亭 不愧是木匠出身的老王 真是一双巧手拯救所有 简简单单的拼接就完成了一张气派的木床 剩余的材料也没有浪费 继续三两下织起来框架 用木饼当做台面 用树枝当做装饰 很快上万块一套的餐桌餐一搞定 至于大门的制作 老王依旧选择同款材料拼接在一起 虽然小了点 但是仪式感不能少 现在只要安上锅链 就能让他们洗劫连里永不分离 然后给木墙刷上一层防护漆 好看的同时还老有所欲 现在整个木屋看起来有了别墅的样子 忙碌了一天该到了干饭的时刻 自从有了这个灶台 让他烧火做饭方便许多 就这十专烤肉都这么便宜 看着老王吃得津津有味 从此在野外有了自己的庇护所 这是不是你梦想中的房子 它坐落在山峰耸立的森林中央 利用八百根原木历史半年打造 里面不仅空间十分开阔 闲暇时还能欣赏美丽的风景 在正式搭建之前 凯伦先收集一些精壮的原木 而且每一根原木都要精确测量 确保直径都要超过三十厘米以上 用锯子给加工出合适的长度 然后再给树兄来套去角质服务 直到给他们包的一干二净以后 就得到一堆上好的建材 现在只要收集一些坚固的石头 来给底部做有效的支撑 就可以把原木搭建上去 形成一个规整的四方框架 严谨的凯伦都会用水平仪进行找平 确保没有垮它的风险之后 它开始用带有凹槽的原木 依靠着地基继续向上垒高 而且每搭建一层都要用苔显进行填充 这样就不用再单独处理密封性的问题 由于这里山高地展环境复杂 这个运输木材带来很大的困难 好在凯伦提前准备好了滑轮系统 这才得以把摆来惊重的原木轻松地拉上去 节省更多的时间用来搭建庇护所 严谨的凯伦每一根原木 都要用钻孔神器打出相通的孔洞 此时只要通过斧子的敲击 就可以让原木之间更加紧密 就这么一层原木一层苔显向上垒高 过程中还要预留出门窗的位置 很快就完成了四面的墙体 凯伦打算搭成人自行屋顶 防粮必须要一些粗壮的原木 这种结构实用性很强 能有效地过滤雨水和雪的堆积 戴得把船子固定好以后 今天凯伦特意拉来了一车欧松板 来给屋顶做防护 这种板材不仅结实耐用不变形 而且保温性特别好 由于板材面积比较宽大 这让它安装起来轻松许多 最后在铺垫上一层防水贴 现在整个屋顶看起来相当规整 随着冬天的到来 整片森林也是营装速 凯伦继续骑着他的摩托车 把原木一根根搬运到山顶 现在从高空看起来相当美观 由于房子底部坡度较大 保险起见他先加了两根立柱 然后再用八钉给牢牢定住 这样能增加百吨的承重名 底部还能预留出一块空间 而后再将空缺处用石头围起 好在这里的石头较多 它可以毫无保留地搭建墙体 在凯伦看来只有石头与木棍的结合 搭建出来的庇护锁才算得上完美 现在除了底部预留出个大门 四周都已经被石头堆满 好在山底下有一条小溪 在疲惫的时候可以用来钓鱼 顺便还能做一顿美味的大餐 配合着地瓜以及面包片 再涂抹上番茄沙拉 这简直就是令人向往的生活 吃饱喝足他继续把加工好的木板 一捆捆地从山底下运送上来 再经过充足的阳光照射 就可以将其结成所需大小 一片片木板铺设在屋顶 来给顶部的保温棉做加层 这边刚刚做好屋顶 一群好机友就送来了窗户 趁着有免费的劳动力 他赶忙用邮具将原木切割平整 然后将整个落地窗安装上去 等他们把窗户都安装好以后 山上的暴风雪也是悄然而至 好在各部门零件都已经到位 这也让凯伦安心了很多 此时的木屋颜值 无论正面看还是侧面看 都已然达到了顶峰 现在这个山巅之上的庇护所完成 今天就可以安心地在这里住一晚上